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鼎声之夜的房产频道 在上一期的视频里 我们为大家解读了NewState去的人购组成 并重点呈现了出自M信开发商之手的Aqua公寓 在二手市场中的表现 有一点惨哦 那是不是在NewState买公寓的人都亏了呢 有人赚钱了吗 在本周的视频里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揭晓答案 对隔壁Aqua它只卖六十几万 两房好便宜 这个两房它要卖88万 我买了肯定要亏钱 对但是结果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可能这房子他住了两年之后 他把它卖掉了 看一下他成交到最后是99万 可能差不多涨了11万不到一点 所以说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投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1176就17楼06户型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没看户型图 但我大概率猜Uniton这桌楼的位置 当初包括现在它朝东北 朝北面那一面是河嘛 是没有建筑物的 这座房子大概率是一套高层对着河的 对着河或者是对着City 对而且是两房两位两车位 而且Uniton下楼其实就已经到了 Gaswalk那购物中心 对 下楼就是 对 所以 所以这房子非常典型的集合了所有 想要住在这个区域的那个高收入的经理 对 他们想要自住的那个没有孩子自住的那个要求 都达标了 也是偏富人比较喜好的为好 第一个是在同物业类型里面都是两房里面 它多元车位 而且室内和室外面积加起来是绝对远大于同区其他相同类型产品 那它的井肯定是放在这边肯定是有井的地段 以及它的装修 对 全部都达到标准 我们先看看一房吧 同一个楼 同一个楼 对 一房的情况 对 一房的情况 它是 它应该 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楼吧 四层 四层 就它一房是在四楼 也相当地楼了 对一房一位一树位 然后大家看这个面积要69平米 它应该带一个比较大阳台 我们可以看看跟前面那个AQUA的一房比起来 那跟New State Central的那个比起来一房 差多少面积 前面一个面积是多少 前面 应该是55平吧 对 69平大了1415平米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套在2014年的时候 它的成交价格是新房435,000 多一点多270 然后到19年的时候成交价格是43万 可以说是当然是有有那个跌了 但是基本上是微乎其微 我们刚才强调就是说本身一房 这个这种类型 他就在在这个区 对他不管 对可以说在 可以说在New State或者是汉淼的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自助型买家 比较容易touch到的一个户型 自助型买家通常来说已经有家庭了 已经已经有小孩了 需要空间需要大 对他他本身就不太去能够迎合这部分 人的市场 在他已经有点逆风的情况下 他如果可以卖出可以以原价去卖出 的话我觉得 我对我对我 我们要看他那个二次成交价是在 2019年7月9号这个时候 嗯 其实大家都知道19年其实是属于整个 澳大利亚楼市比较惨淡的低迷的时候 对 那如果在19年这么差的一个市场下 他还是以基本上接近原价价格去卖掉 嗯 说明这个产品本身还是过硬的 过硬的 给我后面一套看那个三房 三房 对同一个楼三房 在20层 他17年的时候 这套应该是新房现房价格 128万 128万 然后到18年 正好是一年 一年12 一年零两个月 17年 三月 18年 五月 他乘乡价格是那个14个月 145万 涨了17万 涨了17万 百分之15吧 这个房子是三房 两位双车位181平 嗯 大家可以看这个户型180平 包括这个阳台 嗯 其实户型还是很大的 Penhouse称不上 他就是一个有景观的 有何景有cityview的 绝对有景观 然后是14个月涨17万 那从这里其实无图有偶 跟前面哈喵登的三房 那个大后心公寓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区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出来 嗯 公寓如果想要投资公寓 想要正儿八经去资产增值赚钱的 这个门槛还是有一定门槛 有一定门槛要买好的房子 买好房子 不要因为对不要因为他装修好 楼层高市也好 价格贵而不买 价格贵而不买 而去贪图便宜去买那个 买便宜的 你会发现便宜的那个房子 价格便宜 它的价值就更便宜 对 可能有些人说 这个128万你可以拆成两套 两房去买 对 这是很多中介的策略 对 很多无良中介 他会说128万这房子这么贵 你不如拆成两份 买两套 两份租金收入 对两份租金收入 拆成两套去买两套两房 我这两房只要卖60万你会发现这套128万的房子可以145万卖掉 128的房子14个月之后卖了145万 赚了17万 然后60万的房子你过了几天之后跌了9万跌跌了11万 两套50几万的房子 变成两套50几万的房子在我手上 就这样一个很很很很无奈的一个故事 他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一个买家 你看因为在在澳洲房产的规定里面 你要住满一年才是自住房 嗯 自住房之后他马上到了一年之后马上卖掉 他眼明手快 他非常清楚自己这套房子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市场价在哪里 他卖掉之后这个17万根本税都不用讲 对自住房不需要上税 自住房卖出去的价格不用上个人所得税 17万净赚 净赚太爽了 对 公寓掌吗掌公寓掌但是看你买什么产品 买什么的房子 你有没有买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有没有听到正确的中介 讲的正确的信息给你正确的分析 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网红公寓 网红公寓 路沙路沙 这套是两房一位啊 两房一位啊 这边是有没有车位 他写的是没有车位 没有车位应该是有车位对75平米 是他他比较接近于说一房和两房中间的一种产品 类型也可以称之为一加一之类的大一加一 15年楼花价49万4 这个相当便宜 良心价格去说实话 到19年 过了那个房子造好是在18年的时候 18年差不多差不多他他他交房挺晚的 对18年的时候 他那个住了一年也是差不多住一年为了避免税嘛 嗯 卖掉是54万5 涨了10% 10% 对于对于一个小户型两房来说两房一位 对于一个两房一位来说表现已经非常不错 对非常不错 另外一套这里没标啊 但应该是两房两位一车位116平啊 是如此吗 这个楼我们相当熟悉了 73万717年应该是现房现房 对 然后19年应该住也是住了差不多12个月之后卖掉 76万5 小涨了一点 对为什么区别是因为这个开发商他非常精明 他卖7房的时候是60几万 对他一看自己房子造了马上把自己的房子给提高价格 所以说这时候要提醒提醒我们的观众就是说 买7房并不是没有优势 很多时候开发商会在房子造好的时候 如果这个项目够好 他甚至会在房子造好的时候他又会涨价 房子造出现也会涨价 对 如果你真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一眼明手快操作 操作非常好的一个买家 一定要在7房的时候去买才能最大化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擦开眼睛 项目一定要好 OK 后面这套也是绝对是两房两位 他楼层其实并不高 对 这套6016楼啊 这套我记得122倍应该是拐脚大户型吧 嗯 两房可能加一个加一个那个厅吧 在羊汉那边 嗯 加一个书房后听 这套他当初15年 两房两位 对 15年的时候他这套应该是龙花甲 756 因为最大户型122平两房两位 嗯 到了19年的时候87万 超超过11万涨幅 百分之百分之十几了 百分之十五十六涨幅 嗯 这个表现力度还可以吧 嗯 自己很厉害 差不多来自住一年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到前面 unison的两方的表现 对 和这边这边 路森两方一位两 两 两位的表现 无外乎大家可以看出那个这几个产品 那个几个共同点 第一位置都是非常好 在购物中心就是一圈外面一圈 嗯 就贴着购物中心 第二 产品本身它是大户型 无论两房两位或两房一位都大户型 第三 它的内装 内装我们之后视频里面会放那个 那个照片图片 路森装修以及unison装修 和前面AQUA和NUSKTOWER装修的对比 嗯 然后第四个 嗯 无论是unison还是路森 他们的那个 物业设施吧 物业设施其实很玩笑很多 对 他们的物业设施 非常迎合那种年轻人 那种非常的网红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游泳池 健身房 还有他的那些 电影院那种什么 小型的那种高尔夫球场 对 就非常迎合那些白领的需求 然后这边的设施 我们强调的是单个楼或者两个楼设施 因为路森它是单个楼个体 它的设施非常 应该说达到顶峰了 嗯 unison是两壮楼 它是共享中间那个设施 但是我也很漂亮 对 它这两壮楼还是不是那么多 但是Aqua 它是前面两个不说是要做五壮楼 最后做四壮楼 四壮楼共用园区里面的设施 而且那设施还不咋地 不咋地 然后人数有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差距就放在这边了 它非常奇怪的吐槽一下那个 Newstate central 它是五壮楼把中间的设施围在里面 导致它中间的那个游泳池 游泳池非常的暗 因为旁边一圈房子 有点像一个中国我们说的一个天井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知道老外是非常喜欢那种 好的view 泳池一定要阳光晒 一定要舒服 对 我游个泳上来晒一晒 然后看看远处的那个cityview 看看河景对不对 或者没有河景 我至少要花草草 结果你让我在一个天井里面游泳 然后冷的一塌糊涂 风很大 对怎么可能像这样的房子 怎么可能会有自住型买家去买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 你看那个最后一套八层 它也是个大户型两房 122平米 那15年楼花价76万5 这个价格其实当初 当初很多人会觉得贵 但是这个评比数真的很大 然后他到19年的时候 自住满超过12个月 成交价卖掉的时候是90万5千 整整涨了14万 对一套两房工业 涨了4万是相当厉害 对 15%不到1%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那些老外 那些会操作 会买房的人 他是怎么样操作的 他是以一个首富进入这个市场 买七房 买七房 看准了看好了物业 知道这个价格以后一定 这个物业以后一定能增值 买进之后 自住 抓到市场的那个红利七 他就把它马上卖掉 然后他拿着自己赚到那笔钱 再去买下一个他看准的那个七房 因为十几万完全足够 再去付一套房子首付 对 买进之后再卖掉 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滚出来的 你知道吗 虽然这套理论一直被很多中介拿去忽悠我们的韭菜客户 但是理论是对的 但是他给你的房子不一样 对 然后我们这一页有一个很赚的信息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每一套两房 这四套房子两方一位和两方两位 每套房子都是在2019年市场 就是整个布里斯文工艺市场最烂的时候 对应该是newstate被吐槽最厉害 最烂的时候市场去卖掉是正儿八经卖掉了 每套都赚了 每套都涨无非是涨多和涨少 对你现房买进你就赚的少 你七房买进就赚的多 对 那这个也就是看到回归到一个大的宏观东西 很多人会问我 澳洲最近是房子怎么样 跌了还涨了 差不多有差不多 近一周有差不多 超过十个人问我团商问题 没有用宏观的东西 对我我我只能给你一个比较中可能 给同一个答案 好区好区好物业还是稳定坚挺涨 烂区或者是烂物业 你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你还是跌 对宏观 反复想要不要再拿宏观数据去买房了 如果宏观数据可以买房 那大家都是每个人都买 每个人都是都是股神 都是房产的房产界的战神 对不对 嗯真的很可惜 说实话看了这些数据 我并不觉得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做完之后我反而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 为什么好的项目外国人在买 呃10万澳币 15万澳币外国人在挣 我们中国人的钱也都是心心虎虎挣来的 亏了10万亏了10万 为什么这些钱都流到开发商的口袋 或者是中介的口袋里面去 嗯 这是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 是 那有些买家他比方说问一个问题 有些买家他比方说呃 真的是没有这个预算去买两房 高端的两房公寓 或者是三房公寓的话 那那你有没有一些投资建议给他们 可以啊 是说是说我要还是要去去买一个比较好的市中心 公寓 还是说要要转站其他市场 对这个我们就会后面一些就开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只是做了做了那个 可以留个卖个关子 我们现在只是做了公寓的一个讲解 而公寓只选了两个区两个比较靠那个是去的内北区的作为公寓 那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澳洲高质量的房产内容 还有澳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澳洲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